如果给你一个亿 让你离开手机 每天只做清理大山的工作 你愿意吗 这个男人就有这么份神仙工作 就是每天给雪山浇800吨的鹅毛大雪 等到春天 还要每天修理山峰 绝对不允许他超过自己的身高 更为了大山的美丽 必须要修建山下周围的灌木丛 再用大管子切上水 给各个大山浇水 这样才能知凡夜眸的 冬天才能挂上更多的雪 直到这天 他不小心浇坏了原始人的小船 他们想找巨人的马粪 可又战战兢兢的害怕他 巨人为了不再伤害他们 只能换个方向教 毕竟这是他唯一能说上话的人类了 如果你觉得这份工作枯燥 也可以选择这种年薪一千万的工作 就是每天站在烟囱上吸废气 你除了不能看手机 大脑还要被植入高科技芯片 来获得超能力 你可以随意到任何地方 但你的使命一定是要保护环境 如果地球上遇到大的沙尘暴 你一定要果断阻止 就算出现海啸 你也要弱化它的破坏力 就连最强大的量化原子 你也要能轻松地掌控它们 把它们变成一个个的能量结晶块 无限地把它们拼凑成有用的能源 如果是你 你会选择枯燥无畏的大山清洁工 还是选择拥有超能力 捍卫世界和平的守护者呢 女人刚出门 却发现了一具尸体 她转头就想跑 就被一个不怀好意的犯人拦住 还一把掐住了她 幸好女人手里有武器 她一针就刺穿了男人的胳膊 还侥幸逃回了屋里 随后赶紧挪动柜子 将房门死死地抵住 结果却引来了更多的囚犯 她们不停地敲打玻璃 似乎要吞掉女人 女人赶紧打电话 请求帮助 可电话线却被掐断了 眼看玻璃砸不开 她们就用力气砸 就像饥饿的狼一样在咆哮 这女人毕竟是监狱里唯一的女护士 她们怎么能放过 女人害怕极了 但她必须保持冷静 她打开抽屉 拿出一把针剂来防身 这时男人突然把窗户砸了个洞 她立马伸手 想要打开门把手 危机时刻 女人一针麻醉就刺中了她 谁正想 她又喊来了另外一个人 继续砸 这次显然更疯狂 女人为了自暴 她捡起了地上的碎玻璃 再用衣服包裹住 作为武器 可一旦窗户被砸开 女护士肯定性命不保 但现在能做的 只能是躲在角落里 等待救援 原来监狱里发生了暴动 法波罗出动了大量警力 来镇压 但女人能撑多久呢 眼看玻璃马上就要碎了 女人开始拼命地喊救命 正是玉琼们点燃了一本书 将她塞进了医务室里 想要点燃这个房间 女人赶紧跑过去灭火 不料却被外面的人抓住了头发 这下完蛋了 幸好女人手里还拿着准备的武器 她又一次刺中了男人 男人怒了 眼看马上就破门而入了 女人身后却出现了一只手 是一个陌生男人 叫她赶紧上来 女人犹豫了半天 还是选择相信了她 幸好她选对了人 最后男人靠着自己 多年研究孕育的经验 和对各种路径的了解 成功地把女护士送出了监狱 但自己却还要留在那里 注意看 一只萤火虫突然就被屁点燃了 小刺猬想回家 却被棒球一击致命 毛毛虫出来散步 又被强行带去了天堂 这是大叔爸爸 今天给宝宝们讲的 睡前小故事 死神来了 他想让宝宝们时刻惊涕 注意安全 一只小蜜蜂正在偷懒 突然就被车轮压到 完事又被200斤的皮鞋 踩了一脚 小蜻蜓想尝尝酒 只舔了一口 就立马领了盒饭 小老鼠想开溜冰比赛 直接就被当成瓶球 那肉乎乎的球 打到守门员的脸上 他都被吓傻了 小老鼠的哥哥小跳鼠 姐弟弟没有回家 出来找他 却和马桶叫上了信 还被马桶冲动了北极 弟弟李鼠一看不对 哥几个怎么还没回来 就出来忘风 却不幸出了车祸 唉 真是一窝悲惨的小耗子 大章鱼爬到了飞机上 直接就被吹飞 还落到了一只霸王龙身上 又恰巧被小蜥蜴看见 小蜥蜴乐得哈哈大笑 下一秒 就被一只大脚踩在脚下 蜘蛛出来觅食 却被一口千年大黄痰黏住 更可悲的是 他的表妹曲绝 刚化的烟熏装 准备开始夜生活 就被醉酒的大汗 吐了一声 间接溺水 顽皮的小苍羊 还钻进了呼吸机里 没一会儿 就和一个坏老头 一起饮沸七呗 大公鸡得知坏老头 驾喝西游 开始唱起了战歌 没想到乐极生悲 天空突然降下了一坨响 一对鸳鸯想要去帮忙 继承大公鸡的花呗 不料却落地成河 黄蜂被后脑勺压扁 甲口虫爬上音响 被震碎 沙公被齿轮碾成了僵 还引发了不定效应 不小心把变色龙 烤成了爆米花味 大自然里 每天都有无数的小动物 发生意外 淡鼠爸爸告诉小袋鼠们 出门一定要听妈妈的话 处处警惕小心 睡前小故事讲完了 小袋鼠们也该睡觉了 而袋鼠爸爸 就要出去觅食了 可突然 这个男人可真奇怪 他的头居然有十六块 男人每天必须在两分钟内 将它们拼凑成人脸 可今天 他却想挑战一分钟 于是他看了看手表 开始倒计时 他摘下耳机 然后将跑偏的头顶对称 再捏捏头顶 寥寥无几的几根毛发 还造了个小发型 这一幕可把地铁上的人都惊呆了 本以为他会继续拼 但他却口渴了 他拿起了块乐水 就直接从头顶的嘴巴 喝了下去 这究竟会喝到哪里去 谁也不知道 就连一旁的富二代清洁工 也十分好奇 喝完他就继续扭脑袋 可好不容易脸对称了 其余的地方又出错了 靠着毕生的信念 他又开始大乱重新拼 小女孩吃惊的看着他 但男人却好像早已经习惯了 随后他又捏了捏自己的耳朵 将头部上下扭动 找到耳朵的对称面 我的天呀 他居然成功了 男人鼻涕多得意了 这时他转头一看 地铁口竟然出现了一个 可怕的小男孩 那表情极其诡异 似乎要有大事发生 男人和他礼貌的打招呼 可小男孩却纹丝不动 还死死的盯着他 突然一个漂亮的女人经过 他静止的走向小男孩 似乎什么都没看见 男人感觉到了恐惧 赶紧看看地铁的时间 而小男孩却在女人经过时 神秘消失了 等女人走后 小男孩就又出现了 难道只有自己能看到 突然一个流浪汉打翻了垃圾桶 可垃圾车一出现时 小男孩就又不见了 男人忍不住好奇 打算克服恐惧 上去看个究竟 可刚要用手去摸 结果 你想成为超级英雄吗 这个小男孩从小就想成为奥特曼英雄 还认为只要凑齐装备 就可以变身成奥特曼了 而现在就只差一双鞋了 为此小男孩拼命的赞钱 整整咋了几个月 眼看马上就要梦想成真了 可这天却出了意外 因为他去买鞋的路上 发现了一只可爱的小猫咪 刚想去摸它 却发现它受了重伤 小男孩被吓坏了 赶紧带猫咪去福建的宠物医院 但要为猫咪治疗 需要九十元 小男孩看了看自己的储钱罐 那可是自己攒了几个月的硬币 是要鞋还是要救猫咪呢 这个选择太难了 他犹豫了半天后 最后还是决定救猫咪 小猫咪得救了 可小男孩却很失落 因为他的英雄梦破灭了 还发现自己的书包和鞋都跑了 自己就怎么抓也抓不到 这一切又恰好被老师发现了 原来就在刚刚 他看见小男孩慌慌张张的 生怕他遇到了麻烦 于是就跟上了小男孩 没想到 小男孩是想救助一只小猫 但老师也知道他的梦想 所以瞬间想到了好办法 就在小男孩极其难过时 有人叫住了他 小男孩抬头一看 居然是自己的老师 老师立马送给男孩一份礼物 打开一看 小男孩高兴坏了 居然是自己最喜欢的那双鞋 小男孩自信的穿上了他 去给老师看 从此他将成为地球的小卫士 保护更多的小动物 那你的童年最想成为什么英雄呢 小乞丐太饿了 看见别人在喝汤 他也学着一口一口的喝 虽然什么都没有 但他也只能用这种方式冲击 看见别人在吃牛排 他也学着人家 用捡来的叉子 边切边吃 还学着男人的样子擦嘴 仿佛这样 他也能冲击一样 第二天 还是那个地方 男人喝咖啡 小乞丐就捡起一块破碎的桶 学着男人的样子不停的搅拌 然后再慢慢的享用 可这次男人没有吃饭 而是急匆匆的走了 出于好奇 小乞丐跟了上去 原来他是去接自己的孩子 小乞丐真是羡慕极了 看着小男孩摸自己的爸爸 他也学着在一旁摸 看小男孩点爸爸的鼻子 他也学着做 他们无论做什么动作 小乞丐都跟着学 尽管自己对面什么都没有 但小乞丐还是不停的跟着做动作 还学的有模有样的 他做梦都像有个爸爸 最后他还学着人家拥抱的样子 很久很久 不停的沉浸在幸福中 又学着被爸爸牵着的样子 快乐的奔跑在马路上 他好像忘记了一切极恶 等到父子俩走后 小乞丐还礼貌的跟他们告别 直到这天 男人刷到了一条消息 关于小乞丐学他们父子的感人新闻 男人似乎想到了 自己在咖啡厅前 遇见的那个小男孩 小男孩还曾经礼貌的和自己打招呼 最后男人疯狂的跑了出去 很快就在马路的一角 找到了小乞丐 男人被小乞丐的行为感动 他决定收养小乞丐 小乞丐终于感受到了 来自爸爸的拥抱 世界是温暖的 所以我们也要温柔以待 这个小男孩特别喜欢吃冰淇淋 可老板刚给他拿一根 他却不想要了 因为姐姐要过身了 他特别想给姐姐 买下的期盼已久的礼物 于是小男孩又将冰淇淋还给了老板 虽然年纪小 但他却想偷偷实现姐姐的愿望 从此小男孩但凡有零花钱 都会把他们收集起来 就连自己藏在冰箱上的硬币 他也收集了回来 可当他看见自己最喜欢的玩具气球时 还是控制不住想要去买 但掏出硬币的那一刻 小男孩又犹豫了 因为他十分期待 姐姐收到礼物时的快乐模样 所以小男孩又放弃了 回到家里 又把自己家的垃圾纸盒都收集了起来 眼看还不够 他又把自己的画本放了上去 得到置换的硬币后 小男孩开心极了 这里目标又进了一步 时间很快就过去了一周 小男孩的硬币小瓶子也越来越满 终于在姐姐生日的前一天 他攒够了 于是他赶紧跑去玩具店 看着姐姐曾经没有舍得买的玩具 小男孩开心极了 他迫不及待的告诉老板 自己要那个盒子礼物 当他姐姐生日这天 姐姐还送给了男孩一个漂亮的手链 可当姐姐跟弟弟要礼物时 弟弟却故意摇头 可下一秒 弟弟就拿出了一个大礼物 这是女孩期盼已久的那个 曾经因为价格太贵 自己根本买不起 却被弟弟发现了 还通过自己的努力 在生日这天买给了姐姐 女孩激动的热泪盈眶 原来这一份小小的礼物 却装着满满的爱